下来我们要请出一对一男一女的一个组合 这两位同学他们也是同校的同学 我们请出他们两位 一个是廖建伟 一个是陈乐玄 这位是廖建伟 然后这位是陈乐玄 错了错了 应该那个男的才是廖建伟 女的长头发的才是陈乐玄 我们请他们两位打开麦小峰准备一下 他们要给大家表演的是叫做 喇嘛变奏曲 这个是我们在班上 我们几位同学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 这样子一个喇嘛变奏曲 这个呢也是他们尝试一个小小的一个尝试 就是尝试怎么样创作一个小小的一个相声段子 好不好 这个呢是建伟和乐玄给大家带来的喇嘛变奏曲 我们给他一点掌声 好 开始 大家好 我是廖建伟 我是陈乐玄 今天有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相声将中语言清晰 我们平时啊 只要练习我们的嘴皮子 我就经常练习我的嘴皮子 哦 怎么练 我努力的吃零食 啊 吃零食 练习我的嘴呀 哎呀 我是说练习发声部位的肌肉 嘴巴也是发声部位啊 再说了 吃零食这个方法大家都喜欢 一定会自己主动练习 学习教果一定好 要适用你的方法练习 发展的不是你的嘴巴 哦 那是哪里呢 你的肚子呀 用你的方法一个月后就变成大胖子了 啊 那你说用什么方法练嘴 嗯 练绕口令啊 绕口令 对 你说的这么热闹 你自己有练绕口令吗 当然有啦 那你说一段来听听 好 就给大家练这段喇嘛塔嘛 打南边来的个喇嘛 手里滴了个五金塔嘛 打北边来的个喇嘛 要你别这个喇嘛 低了塔嘛喇嘛 要拿塔嘛换 别喇嘛喇嘛喇嘛 别喇嘛喇嘛 别喇嘛喇嘛不论 你拿喇嘛换 低了塔嘛喇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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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了 拿起喇嘛打 别喇嘛喇嘛一喇嘛 别喇嘛喇嘛也急了 超起喇嘛打 低了塔嘛喇嘛一喇嘛 也不知是叮了他妈喇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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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念绕口令还要配合工作技能? 对啊 什么技能? 新闻播报员 啊? 用新闻播报员的方式给大家念这段绕口令,多好 这,这可以吗? 当然可以,我示范给你看 大家好,现在有廖建伟给大家播报新闻 今天下午,南边来了一个喇嘛 手里滴了个五金塔嘛 北边来了一个哑巴 道里别这个喇嘛 滴了塔嘛喇嘛又拿塔嘛换别喇嘛咬巴喇嘛 别喇嘛咬巴不乐意拿喇嘛换滴了塔嘛喇嘛 滴了塔嘛喇嘛急了 拿起塔嘛打别喇嘛咬巴一塔嘛 别喇嘛咬巴也急了 抄起喇嘛打滴了塔嘛喇嘛一喇嘛 也不知是滴了塔嘛喇嘛打了别喇嘛一塔嘛 还是别喇嘛咬巴打了滴了塔嘛喇嘛一喇嘛 喇嘛回家顿喇嘛 喇嘛回家嘀嘀哒哒吹喇嘛 由于两人在公共场合打架 警方目前还在通行喇嘛和哑巴 谢谢大家 这 这是什么绕口令啊 你这么一说既能够练习绕口令 又能够练习新闻播报技巧 多好 你这个根本就是胡闹 对了对了 你的绕口令完全没有节奏感 节奏感 对啊 令绕口令要有节奏感才能够吸引人啊 怎么加入节奏感 呃 这样 你用唱歌的方法给大家念这张绕口令就可以了呀 唱歌 对 我不会 呃 那我示范给你看 大难边来了个喇嘛 手里滴了个无尽他嘛 背边来了一个哑巴 腰里别这个喇叭 滴了他吧 听听听听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适合 哦 呃 对了对了 你这个绕口令完全没有感情 感情 感情 对啊 你绕口令要有感情才能够吸引人 怎么加入感情 呃 这样 你用诗歌朗诵的方法给大家念这段绕口令就可以投入感情了 诗歌朗诵 对啊 对啊 我不会 呃 那我再示范给你看 啊 南边来了一个喇叭 啊 南边来了一个喇叭 手里滴了个五金塔嘛 北边来了一个哑巴 腰里别这个喇叭 滴了塔嘛喇叭 行了行了 我看呐 你还是吃零食练嘴吧 哎 你请客啊 谢谢 谢谢